原景用力砸破車窗 一下 兩下 三下 但車窗一動也不動 再等一下 你可能會救你 等一下的話 男童的媽媽拍打的車窗 不停安撫孩子的情緒 終於 可能是因為歐系車的車窗 比較堅硬 原景狂敲猛敲 花了30秒才終於成功 早智安全嗎 家長說 當時他們把車停進地下室之後 兩夫妻疑似忘了熄火 同時開門下車 想到後座抱小孩 沒想到車子突然繁鎖 把一歲多的孩子 獨自留在車內的安全椅上 第一時間怕小孩子 會整個一個玻璃 會見傷小孩子 所以力道沒有那麼大 可能他的車子性能比較少 這方面我們訓練單位 也在進一步研究他們 當時車內冷氣都還開著 雖然沒有立即性的危險 但看到寶貝兒子 在車內哇哇大哭 家長不管37 21 要警方先破窗 畢竟花錢是小 先把孩子救出來再說 這台中綜合報導 這台中綜合 你又要休眠 不用客氣 已經是寶貝兒子